Hey, what's up? 这里是喜欢好业的Root 今天我们再次把目光放向荷兰 找到一个用诗意编织使用主义的设计品牌 MOI 2001年Casper Versace和设计师Marsel Wonders联合创立的MOI 他们彼此承诺要打造一个传奇品牌 在创始人Vessels的眼中 十几年前的家具和照明行业相当的无聊 但如果你翻开Vogue或其他漂亮的时尚杂志时 又会发现你们全是漂亮的照片 因此MOI希望以时尚的方式进入家具行业 从成立之初该品牌就与荷兰摄影师Owen Olav合作 后者高度风格化的摄影叫MOI的产品 与摆出惊人姿势的人体结合在一起 很多人对MOI的做法感到震惊 但Versels觉得这些照片是一种新的哲学和营销方式 Versels叫MOI描述为一个兼而有之的品牌 会把很多风格刻意的元素混合在一起 比如这款MOI最新推出的Hubble Bubble灯具 这款由Marcel Wonders设计的悬挂灯 受到吹泡泡和在新鲜空气中奔跑的那种自由感所启发 希望能激发年轻人的怀旧情绪 在灯具的结构上可以看到许多玻璃气泡灯 安装在一个金属环上 可配置7或11盏灯 玻璃气泡灯分为磨砂和油光的版本 这种不同寻常的设计 对于传统的电线来说是不可能的 所以它们需要依赖于一种由Marcel Wonders开发的Electro Sandwich技术 该技术可以使LED灯泡从框架中获取电力 这款灯可以使用水瓶或垂直悬挂 无论悬挂在家中的哪一角都会令人感到心情愉悦 MOI的创始人Versus还认为10年或15年前 时装行业发生的事情现在正在发生在家具行业 现代的市场并不需要一种有规则的特定风格 而很多事情是可能被允许的 这一点上我也有同感 无论是各种风格的混合搭配 还是对于Ventage的追捕 家具行业正变得越来越像服装行业 比如这款由Jonas Forsman为MOI设计的Shifter椅 这款椅的设计目标只带使用3D编织技术 使可折叠移动椅变得更加舒适 它既可以作为餐椅 也可以作为一款更宽和更低的躺椅 其特点是在一个粉末涂层的钢框架上 配上一个泡沫软垫和一个有张力的植物靠背 既可以伸展又能创造柔软的支撑感 Forsman觉得现在人们居住的空间越来越小 越来越拥挤 我们没有以前那么大的空间了 也许今天你想以一种方式使用你的空间 第二天又想以另一种方式使用它 这一点也悄悄呼应了MOI对于时尚行业的理解 和现代人们生活的变化 就像我们每天穿的衣服一样 今天想这样搭配 明天又想那样 当你不穿的时候 又想把它方便的收纳起来 而我们选择它的标准就是漂亮和舒适 这一点和家具不是一样吗 MOI的很多其他作品也非常值得推荐 Roof Lock和Thinking Did It Flock系列希望能用一群光的形态 在白天作为一款艺术设计作品 而在天黑后带来明亮温暖和湿液的光辉 帮你捕捉到温暖掐叶的魔力 而Thinkering则采用了黑色涂层的不锈钢 和黄铜制成的有节奏的组合管状结构 给你带来不一样的工业美 除此之外 Portelite Branch Copelia Suspented 和Ramond系列的吊灯 Hana系列的唐椅 以及The Party系列的碧灯 都是非常值得推荐的产品 就像摩影中额外的欧 是为了传达一些额外的美和独特性 这一理念一样 他们的作品总是充满了叛逆和复杂性 属于商业现实和文化艺术的边缘 下一期我们将回到丹麦 聊聊一个拥有百年历史的设计品牌 Carol Hansen & Son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请点下方关注和点赞按钮 也欢迎留言 分享你对家居生活的想法 我将会在每周更新品牌相关的内容 那我们下期见